精英杯分組賽在疫情下繼續閉門上演 球迷想親身入場看球 恐怕要等多一陣 南三的東方龍師在大埔運動場硬撼灌中南區 經歷週中五球大炒升班馬進鋒後 球隊逐漸上力 梁冠聰開球無奈 在禁區內的手縮不切 不過球證沒有表示 以為逃過一劫 誰不知南區後快開罰球 輪到阿力斯組犯下天條 踢跌了入攝的佐佐穆州 十二馬走不甩 史提勳彭利拿操刀 葉鴻輝捉到路都照入 東方龍師開球六分鐘就要落後 屋樓劍逢連夜雨 鄭子森這下角球 和來勢洶洶的艾華盜撞在一起 馬上暈穩地 球隊為安全界馬上把他換走 由上場fit到漏友的王力威入體 申仔之後證實撞傷鼻骨 沒什麼大礙不用送遠 還可以見證隊友新組 圓半場前角球衝丁入網 應該可以放心回來了 U22小將奧利華不單硬直高 與督球賽能力同樣禁讀到 換邊之後分落邊給艾華盾 吸回一隻直骨左腳鋸出來 哎呀 就這樣在遠處凹入了 無論這下神來之筆 有沒有對方守衛驚手都好 套用主帥李志堅名句 真是不是那麼簡單的 東方龍師52分鐘反超前 雙隔短短3分鐘 Navid回後被盧卡斯競射 新組中間接骨轉身抽入 個人回開二度 幫球隊擴大領先優勢 最後還當選今場MVP 上半場撐D淚球隊輸12碼 大大佬之後將功補過 發揮三勝產草機的本色 在龍門口當執草地執 是他加盟之後的第一個入球 今場另一焦點 是外流葡萄牙的小象馬希偉 71分鐘後被入堤 更加以16歲零273日之零 擦身東方力尼在頂級聯賽 最年輕上陣球員的記錄 若果未來有更多像Timmie那樣 具有潛質的球員 透過Project E進軍海外 再回饋本地球圈 肯定是香港足球之福 東方龍師大勝4比1 連贏兩場了